我不知道為什麼 女生能堅持到現在 你口口聲聲說孩子可憐 其實你不覺得這樣的日子過下去 孩子會更可憐嗎 你現在完全就是一種 守寡師的婚姻狀態 有她沒她 有區別嗎 你一個人掙錢養活孩子交學費 給孩子買吃買喝買穿 無非就是公共婆婆幫你帶了孩子 跟她有關係嗎 完全沒有關係 我還是希望她能改好了 然後 如果她能改得好 這六年她早就有轉變了 而且在一開始 你們兩個人談戀愛的情況下 她居然隱瞞自己有兒子的這個事實 你在嫁她的時候就沒考慮過 這個問題在你們的感情當中 是一個多麼大的問題 多麼大的謊言 那時候考慮過就是年輕 而且你的日子 現在過得糊裡糊塗 她在外面掙了多少錢 花了多少錢 你們家現在有多少錢 這個錢怎麼規劃 她在外面六年在幹嘛 過年甚至都不回家 日子的過程現在這樣 有很大的責任是你自己造成的 為什麼會把日子過成這樣呢 而且為什麼這樣的婚姻 你還要把主動權交給她 說看她過不過 看她想不想離婚 你怎麼就是卑微成這個樣子 我就不明白 為什麼 男生我真的不想說什麼 因為有一種努力就叫嘴上努力 嘴上說得特別好聽 我想我想 可是在這個想的背後 你做出了什麼呢 不光自己不掙錢 還花家裡的錢 現在兩個孩子的情況下 還在啃老 女生 這樣的日子 你還要不要繼續下去了 你還要不要這樣 糊里糊塗的過你的人生 甚至搭上你女兒的人生 孩子現在還小 你為了孩子將來考慮 有這樣一個爸爸做榜樣 雙眼號的榜樣啊 你想想你未來孩子會是什麼樣子 好吧 謝謝